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天宮哥說天宮時間 大家別忘了訂閱我天宮哥的頻道 身心靈健康養生 好,今天呢,接續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這個 保暖的三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的頸部,大椎穴 腹部,中腕穴 以及今天呢,我們要提到的深入點就是我們的膝蓋 膝蓋呢,為什麼需要保暖呢? 因為我們有膝眼穴 膝眼穴這個位置呢,就在我們膝蓋 這個呈現嘴指的狀況之下 正面對著我們的膝蓋 有兩顆眼睛 靠外側的這顆眼睛就是我們的膝眼穴 它是走位筋 筋腸瘦的它,當然對我們的腸胃是不錯啦 那再來就是對我們的膝蓋的保養 這樣是可以讓它產生這個關節液 讓我們的關節液呢,潤滑潤滑我們的膝關節 讓我們避免未來老年的咬患人工關節 所以搓揉搓揉這個地方 它也是酸酸的,麻麻的 那這個地方,小心小心慢慢的搓揉 可以的話,用溫熱的方式 用軟軟包或是溫熱的毛巾來去敷它 也是不錯的 那保暖它,把它包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避免感冒 台語呢,有一句話叫 愛是有東西老皮水 經常呢,我在這個街頭上 看到有一些年輕的妹妹 喜歡穿著這個短裙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 我看了,我都覺得應該是非常冷喔 希望它呢,沒有婦科疾病 也預防這個感冒 盡量不要感冒 好,那預防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去買性感的濕襪來穿 也可以啊 或者是說,穿個比較緊一點的這個褲子 這樣子來講的話,也是可以先去我們保暖 好,讓我們呢,避免這樣子的一個感冒發生 也避免了婦科疾病 以及胃痛 現在可以早上 好,今天呢,我們呢,就介紹到這邊 好,別忘了,我們總共有三個部位 一定要保暖喔 天空哥再次強調 好,就是我們頸部 腹部 以及膝蓋 好,經常保暖好的話 我們呢,就可以跟感冒說拜拜 今天呢,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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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